属羊的朋友呢 在国历的7月7号到8月7号呢 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要注意 这个月当中 你有很多的想法 有很多的冲动 有很多的规划 很想要赶快实现它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愿望要实现 但属羊的朋友呢 真的 还是不要急 好不好 为什么不要急呢 因为这个月 有一个心呢 叫做 见峰 见峰这颗心呢 就是 当你求快 就会着定 弄碰碗 就是呢 容易把这个事情会变成不圆满的意思 那另外 这个月当中 要多注意自己的一些 工作上的安全 或是生活上呢 有关于用到金属类别的 包含像开车 或是切菜 或是用金属相关的东西呢 比较容易引发一些血光之灾 或是有见血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属羊的朋友呢 要特别的小心 那尤其在工作当中呢 要多多的遵守这个SOP的流程啦 不要为了贪图方便啦 那特别容易呢 出错 尤其什么签约 或者是比较跟生命有关安全的部分呢 那这个东西就是要多多的 要谨慎 在这个月当中呢 不要想说 哎呀 平常都这样随便习惯了啦 方便就好 方便就好 差不多就好 差不多就好 不行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 那真的呢 就很容易在这个月份 因为你的差不多 因为你觉得 哎 应该可以啦 那就变得不可以 好不好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那属羊的朋友呢 这个月 建议你可以多去斜杠人生一下 去学习一些第二专长 所以属羊的朋友呢 这个月呢 有很多的这种想法 idea 创意 你都会想要把它发挥出来 我觉得 你去发挥你的想法 或是你去做一些事情 可能在这个月 可能不被别人看见 你会觉得好像 你做这些事情 工作的事情 或家庭的事情 好像你都在多做的 好像你都在付出 感觉没有人会了解你 其实不是的 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都在累积 累积什么 累积你的福报 累积你跟别人的广结善缘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 我做这些事情啊 别人都不了解 别人都看不懂 没关系 我们要对得起自己就好了 好不好 我们做很多事情呢 不是要别人怎么样 而是要对得起自己 这是阿汤哥给你属羊的朋友的一个建议 所以去学学东西 听听正能量的讲座 学习下 都很好 这个月呢 要记得 还有一个要注意就是 不要冲动 汇钱 给诈骗集团 因为很多的朋友 这个月 可能会接到一些诈骗的讯息啊 等等的 那你真的要有智慧去处理 不能冲动 冲动就会破财了 属羊的朋友多穿红色的衣服跟饰品 所以血破很重要 粉水巾啊 或者是红玛瑙啊 都可以 然后红色的衣服啊 也很OK 然后属羊的朋友呢 这个月呢 可以多去祈求这个关公 好不好 过关斩将 有正义之神来帮助你 所以可以多去拜关公 好吗 好 那这是给属羊的朋友的一个建议